观众朋友们好 感谢大家来到今天的思想先驱报节目现场 此前呢我们在华尔街论坛节目中为您提前预告 在今天的思想先驱报中啊 我们要为大家继续介绍的是很多观众朋友们都非常关注到的一本最新出版的关于习近平的传记 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party of one就是一人之党 作者呢是华尔街日报资深的报道中国问题的记者王春翰先生 那么在上一期介绍王春翰先生这一本书的过程中啊 我们为大家讲了这一本书的基本的架构 讲到了书中描述的习近平对于世界以及对中国的期望 而在今天我们要特别为大家介绍的就是书中讲到习近平反腐的一个章节 其中啊有很多信息是我之前并不了解到的 比如啊这个中国的这个双规模式 那么和平先生在节目中多次批评双规到底把人双规在什么地方 双规地方的内部的布置是怎样的 墙上在什么地方挂了档旗 窗户放在什么地方 这本书中啊都有非常详细的技术 在今天中啊我们还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另外一部分 我们很多人都很关心的一个人物就叫王岐山啊 他呢到底与习近平的关系如何 在中纪委这个体系中王岐山到底对于这个系统的改革改变起到了哪些作用 又让这个系统导致了哪些官僚体系上从上至下的恐惧呢 哎说到纪律检查 实际上美国的各个机构也有关于纪律审核或者是政治纪律审查的这样的一个部门 但是啊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纪律执行机关啊叫做中纪委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这是在北京市中心的一个办公大楼里 离紫金城和中南海的钱余花园大概只有十分钟的车程 据书中计数 这个地方与美国的很多政府机关不一样 有高高的围墙围着 但是门外却没有标志 大门非常朴素 只有一个街道号码 而在院子里面有一棵老槐树 有几百年的历史 老槐树前是一块石刻 石刻讲了司法的公正性 哎中纪委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他到底在地方有哪一些啊 从上到下的直属机关 能不能先请侯先生讲一讲 哎呀中纪委啊就是原来保守判的一个大本营 所以啊说毛泽东之后啊 这个很短暂的化工程之后 中国就进行了高速的改革开放 但是改革开放这个政策啊 遭到了很多的质疑和批评 在元老派里面最终就形成了一个势力的阵营 叫中纪委 当时候的中纪委主任啊 郑小平就往前面插油门 后面旁边就有一个成员在后面插刹车 那么这样一种政治的组合啊 是度过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期的那种 那种很具有冲突性的 具有积极性的一种可能性就降低了 如果只是郑小平而没有成员 很有可能中国的改革步伐就更快一些 现在回过头来看啊 光就是速度还不行 还真属于有刹车 这种刹车在某种程度上是令人厌恶的 但是它又是必要的一个安全法 对于中国来讲是这样 在这个时候我就跟纪委的系统的人 有很多的接触 从高层到中层到低层 跟着我的接触看起来啊 这批人不但是僵化保守 而且人性很低廉 往往在单位上得不到提拔 得不到使用 就到纪委去 因为你去整人了 整人是得罪人的 谁都不愿意干这个事 在高层可能有元老们的这种微妙的关系 但是在下层 尤其到具体办案的事情 要就是心狠手拿 所以中纪委在很长程度上 他就是一个干脏活 就是害人的一个部门 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出名昭剧 可以说是老百姓 当然不了解情况 国长官员 谁抓了一个省长 谁抓了一个部长 反正是你们这边当官的 都不是好东西 所以老百姓是欢迎的 其实在官场内部 对这个纪委 那是非常的恐惧害怕 这种恐惧和害怕的原因 一方面是纪委真的是查出了一些腐败行为 这也是真实的 但是另外一个是纪委这个系统 你刚才讲了 在他的大院子里面有一个 时刻的把招牌讲到司法公正 这是对司法公正最大的 讽刺 你比如说美国啊或者是很多西红国家 他的这个行政部门呢 他都有这个很严厉的内部检查系统 我们还就说一说美国的这个对应的系统 是什么样的啊 美国比如说我们说政府有个政府问责局 针对政府基层官员在职务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美国还有罚警署 对吧 那么此外呢 美国还有联邦调查局 美国呢还有司法部 涉及到金融问题 还有财政部 美国呢实际上类似的职责是由多个机构共同分担的 但是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是什么呢 美国的所有这些机构是要接受美国的国会 美国的司法机构和美国自由媒体的监督 中纪委这个系统呢更多的是从苏联的这个体系为蓝本建立的 他们指这个优先事项是与党的优先事项一致的 只对党负责 因此啊 诶正如刚才何明先生所言 中纪委这个系统呢经常被用来是塑造某一种精英权力斗争啊 可以说是作为一个政治打手这样的一个工具啊 那么何明先生在谈到中纪委的时候啊 谈到了你对这个中纪委做的一些事情啊 脏活泪活 一些呢 觉得简直是对于司法公正侮辱的一些事情的理解 同时也是对精英官僚的非常的不公平 对就是说中国的腐败的情况是非常的严重 但是这个严重的情况你最终都是应该由司法来完成这个过程 而不是有这样一个合乡的系统 来对法律之行使 你纪委系统按照道理讲讲的是党的纪律 党的纪律就是呢 你党内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 它可以提拔成为某个职务 而党认为你不行就不提拔了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你不能代表司法系统 甚至超越于司法系统 对人身的安全 你任意让它消失就消失 任意让它 承认什么错误就承认什么错误 承认犯罪就犯罪 甚至你还跟纪委说啊这个家伙就判20年 就跟监裁员说 起诉说 跟法院说就判20年 就说整个是一个合乡作业的一个过程 所以中纪委 他一方面扮演了 帮助清理这个党内的腐败的角色 另一方面也帮助了政治权力来清理政治对手的角色 因为他是隐蔽的 他没办法受到 法律的这样一个监督 更谈不上一个媒体的监督 媒体只是一个被使用的公职 某个官员被抓了以后 那后面是忏悔于子而已 对 那王正先生在书中啊 也特别详细的讲到中纪委到底调查案子的过程是什么 其中就讲到最让人觉得心惊胆战的就是中纪委的内部的审查 这完全是一个闭门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过程 嫌疑人自己不能去参加不能辩护 律师也不能参加不能辩护 这个犯错的干部呢根据你犯错涉嫌的啊 这个问题的大小可以是对你警告 可以是取消你的党内职务 可以是把你留党查看 把你开除出党 也有可能把你的案件移交给国家检察机关等等等等 理论上来讲啊 被移交给国家检察机关这个案件的被告人呢 可以要求重新考虑判决 但是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成功上诉驳回了中纪委的审查决定啊 那么如果被指控的这个罪行足够的严重 或者是涉及到的一些敏感问题 嫌疑人啊可能会被带走进行秘密的审讯 这就要说到啊 最臭名昭著也是最让人不寒而栗的一个过程 就是所谓的双规 这个所谓的双规啊 这个大概指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当事人啊 必须要在指定的时间和指定的地点 所谓双重指定啊 对于这个啊 审讯啊进行啊 招之必来的这样的一个被传唤 那么这个被拘押者呢 一般是被关在一个秘密的地点 不但是不能够与自己的律师直接沟通 甚至呢也连自己的亲属在何方下落都不知道 对 这个过程啊 一般来讲啊 可以延长到六个月 有的时候甚至更长 那么王春汉先生这一本书啊 在我看来十分珍贵的一点 就是他真的是去采访了一些能够被双规的人啊 这些被双规的人呢 也向王春汉先生描述了 他们被双规的这个地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据王春汉先生在书中说啊 这一些人呢被关在不同的地方 有的是被关在酒店 有的是被关在别墅 也有的呀是被关在像临时的监狱啊 这样的一个地方 那么这一些居留设施内部的情况到底是怎样呢 有一个曾经访问过中国一个县级双规居留所的一个研究人员 向王春汉先生描述 说这个居留所呀在一个很边远的地方 占地达到了二十英亩 方圆两公里内就没有任何居民住宅设施了 这个整个的拘压点呢是由高墙和警备把守 但是啊里面有一个篮球场 有一个排球场 你在里面时间长了身体支不住 还是需要你锻炼锻炼身体啊 维持基本的体力 那么为了防止这个嫌疑人自我伤害啊 做出一些自枪的举动 这个居留室的墙壁和家具都铺着软电 没有电源插座 也没有窗户 每一个居留者身边至少有两位官员是24小时一直在那里监视的 审讯呢 一般是在居留室进行 一边是办公室和椅子 另外呢就是一个床 审讯室里啊一般还有一些有政治色彩的摆设 比如入党誓词啊 党章的复印件呀 等等等等 那么这个双规啊 最让人 我们叫做这个不堪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 调查人员的滥用权力的行为 往往是被隐瞒在双规的暗角 权力的滥用 那么这个审讯者呢往往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来获取有罪的声明 那么呢有的时候啊他们是发出宽大处理的信号 有的时候还是有发出警告和威胁 如果你们不合作 你的家人可能会面临怎么怎么样的后果 王专漢先生的书中特别提到东北呀有一个地方的调查人员 哎 这个为了让这个嫌疑人逼供怎么办呢 让他的母亲准备了家常菜 来把这个家常菜放在这个被拘留人的面前 言外之意就是这个是你母亲给你准备的 你是说是不说吧 现在你的这个事情已经啊让你家人遭遇到这种压力了 用这样的一种心理战再加上心理压力的手段啊 对于嫌疑人进行打击 同时啊王专漢先生的书中啊还讲到了一种文化 这呢也是这个纪检系统里面啊十分肮脏可耻的一种文化 就是有一些检察员他们反而会向被举报的对象进行通风报信 对于案件进行操作 甚至直接从被举报人那里来获取贿赂 向调查对象勒索钱财 甚至对嫌疑人直接实施酷刑获取口供 有一位曾经被拘留的人呢 就像王专漢先生描述他被殴打 还有呢实施我们叫做水刑这样的一种粗暴的经历 但是王专漢先生也说你如果真的是一个高级别的官员啊 对你采取这种手段的可能性就相对比较低 但是呢在处理一些基层的干部的时候啊 虐待啊甚至是对于进行刑讯逼供是相当普遍的行为 哎对于这样的一种现象我也想请问何明先生 这与你的了解是不是一致的 对啊清洁百挂啊大体上就是这样早期的这个双规啊 是在宾馆进行在别墅进行 为什么在宾馆进行在别墅进行呢 就是啊纪委系统自己本人可以腐败一下 因为住宾馆吃宾馆有招待员啊服务啊 设施都比较好 所以大家也切子几回来享受一把 那么纪委系统的人在因为整个的过程中是纯向是黑箱作业 没有任何的监督 这就是给了这些纪委系统滥用权力的机会 对当事人的折磨那是千奇百怪啊就是说 虽然不至于像美国啊对付恐怖分子那种用水刑啊用那么酷刑 但是精神折磨 几乎是没有人 能够承受得了 比较罕见 听说胡锡来是其中一个经受了这种 双规的对他的精神折磨 那么很多人 或者说几乎所有的人 包括傅正华包括这个 公安系统的老公安 最终都受不了 比如说 把你扔进去 我就什么都不理你 让你去思考 让你去想出各种各样的方式 我怎么去对付这个 纪委系统的问题 但是一天两天 三天四天 五天六天 七天八天 九天十天 一个月 他不理你 这个时候 你内心世界就产生了恐慌 没人跟你讲话 你就开始有点渴望 走着走着 你要我讲什么都讲什么 所以这种精神折磨的方式是多种多样 包括 灯光比较强烈 包括你是没有任何的个人隐私的 没有羞耻 你那个时候什么叫没有个人隐私 你的任何的行为 都是在监视之下 一个是监视器的监视 更多的是人监视在你旁边 什么叫人监视在你旁边 你上洗手间 你的任何的个人的隐私行为 都有两个人站在旁边 哇 你去想一想 人 之所以是人 人之所以有一种廉恥 人之所以有一种体面 就大体上 这是人的争议的来源 就是个人的隐私 对吧 这种情况之下 你就突然感觉到 你跟动物 就没什么差别了 你就已经不是人了 他就在人格上彻底把你毁掉 也 居住安全的原因 那你所有的可能自杀的 或者是造成任何的意味的情况 他都要防止 所以整个的 房间是无法想象 那么公安人员也好 他是由各个系统组织的 他不是说光是中纪委 因为中纪委本身人比较少 所以他会把纪委啊 检察院啊 这个法院啊 反正是比较厉害的角色 就是能够把别人撤毁的 折磨别人的 这个角色会容易成为专业组的这个成员 那么听 通过这种精神折磨 肉体折磨 然后再说 你就真的受不了 更不是说利用你的亲情 那是更常见的说法 或者是利用你的这种各种关系户 你在这个地方 可能什么都不交代 他在周围 他不是说把你抓了就抓了 你在周围的几十个人 甚至几百个人 他们都做另外的系统 在追查 原来通过那个地方追查 他们把他带起来 然后看看里面的矛盾之处 看出里面的合理之处 然后再去引诱这个 这个当事人 哎呀 所以这种折磨之大 对后面你无法想象 所以最开始的这个 纪委系统啊会 查一个市委书记或者是一个市长 会把整个当地的经济给毁掉 因为 你凡是跟市委书记跟市长有交道的人 你都要被查问一次 甚至不止一年两年甚至四五年五六年 然后你回忆不起来还要你回忆 你合得不起来还要合得 反反复复反复复 会不是把一个人给逼疯 把几百人给逼疯 所以很多地方的经济就受到很大的影响 后来他们就不断的改进 不断的改进 但是折磨人这一点没有改变 说到整个系统的改变 那么就说一位关键性的人物 就是王岐山 在王岐山的担任中纪委书记的时期 这个系统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王正先生的这一本书中 也有详细的介绍 首先就是 第一点 我们说王岐山酷吏酷吏酷吏 首先是对自己的人 特别的残酷 其中讲到 王岐山要求他手下的这些调查人员 每天至少工作15个小时周末不休息假期不休息继续加班 15个小时是正常情况 更多的时候是比15个小时还要长加班无数个小时 因此王岐山时期对于整个纪检系统内部人员的这样的一种 我们就说工作这个压力是大大增加了 另外呢 在王岐山时期采取了更多使用中央巡视组的方法 防止地方当局阻碍调查 王岐山为什么这么强调中央巡视组的角色呢 主要是可以直接审查地方政府党的机关和国家机构 并且直接以中央来评估地方的这一些权力部门 对于党的指令的遵守情况 这一些中央下派的小组直接向北京报告 并且呢 往往由被派往地区没有关系的一些退休的官员来领导 尽量的减少与地方利益集团的利益冲突 王串先生在书中介绍啊 这一些中央巡视组的人员啊会搬到当地的一家酒店或者是办公楼 在那里呢就一个一个约谈啊 需要调查的官员 审计账目 甚至呢旁边就是投诉电话 所有的电话直接打到我这里来 有的时候呢是通过信件直接接地 当时啊 王岐山还利用公众对于腐败现象的愤怒 推出了一个中纪委官方的投诉网站 哎你可以在这个网站上向中纪委直接举报 当时啊一个月就超过两万四千八百条举告 也就是每一天都有超过八百多条举报 真的是王岐山采用的调查手段与前任不同的一个方式 但是王串先生也特别讲到 王岐山呢任期内啊 他同时也把这个调查过程专业化了 这个专业化不是我们说的真的是建立了司法专业 而是呢更少的依赖口供 更多的依赖更加复杂的技术 比如数据分析 比如财务法务会计来进行对于非法资产的追踪 在这一时期呢 中纪委自己也进行了技术化的改造 引进了很多在金融啊法律啊和信息技术方面受过培训的人员 哎因为你只有受过这一方面的训练 你才能够真正处理比较复杂的 特别是涉及金融系统的独职案件 在这一时期啊 整个的这个纪律检查委员会啊也进行了内部的改组 把调查审查和处罚的权利在不同的部门之间打散和分开 不让这些部门之间形成合力 这样呢也就减少了贪污和滥用权利的机会 在王正汉先生的书中就讲了这样的一个例子 是在二零一四年的时候 哎有一个中央巡视组啊在去访问河南的时候 当地的官员做出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在这个巡视组下榻的酒店呢 设立了各种各样的关卡和监视啊 阻止举报人会见调查人员 知道你要调查谁知道有谁可能来举报 我就在这个酒店之外啊就把这些人都拦下了 当时啊这个东北还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哎不是有上方巡视组的人来调查吗 我给你们安排的饭菜就是给你进 要么是特别闲要么是特别辣就是不让你们过得舒服 甚至啊还在巡视组工作场所附近啊 故意进行嘈杂的装修来打扰你巡视组的工作 哎这样的一个一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这样的一种权利的牵制啊 这个是相当低级的啊这种情况并不多发生但是呢发生几件之后啊 就成为纪委书记纪委领导 寻要的一个本钱啊你看我们到下面就搞调查 遭到了各种各样的阻力啊然后怎么怎么样其实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啊 在初期是出现过一些 但是纪委书记啊纪委层次者权力之大 啊这并探这是这些地方这是雕童小街能够阻止了的吗阻止不了的 对王正先生这本书中啊还讲到了当时整个中国官僚体系上下啊 提中纪委文之色变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讲到当时出现了很多正在开工作会议 结果突然就被带走了甚至啊正在参加女儿的婚礼官员突然被带走的情况 也有出现呢啊这个中纪委还没有查到他门上了他之前得知了怎么样的消息 国企的一位高管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就失踪了啊提 这种让人听起来觉得想好像是苏联时代的某一种恐怖传言 这样的故事 那我们也知道啊王岐山的在中纪委做纪委书记的这一段资产 这一段职业经历可以说是啊 褒贬不一 我想请问何明先生怎么样评价王岐山在做纪委书记时期的表现 你对王岐山这个人又是怎样的评价 王岐山啊在中国的最高层里面是算非常聪明的啊或者是反应非常敏切的一个人 也读了一些书 也思考了一些问题 也有各种各样的朋友 相比其他的官员那种堆板那种紧张 他确实是给人一种比较的 有趣的一方面 确实有他的能力 但是整体来讲呢这个人读书没有读通 思考没有想清楚 那么呢装到毛泽东的样子还是很像的 然后呢就是比较喜欢装神弄鬼 那么这种装神弄鬼呢在异点程度上 符合了老百姓的一些想象 也符合了中国经营阶层的一种想象 所以对他在中国的政坛里面扮演的角色啊 有各种各样的预期 王岐山本人可能也觉得呢 他是个有利的人物 所以他当时候听说 他就瞄准了这个 这个总理这个职务 他认为他解决经济问题 解决行政的问题 谁把高手 没想到中共把他安排了一个呢 总经委书记这么一个职务 那么在这个职务里面呢 当然一方面是很痛苦的 但是另一方面是很痛快的 所谓的痛苦 要是收拾人 毕竟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 所以痛快之后 发现收拾人还是蛮愉快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 王岐山这样一个本身成了很多的问题的人 居然成为了中纪委书记 这是一个非常 搞笑的一个 一个发解的举动 所以呢 其实不仅是王岐山 前任的几个中纪委书记 大体上自己加做的腐败 非常的严重 但是居然 还去查别人 那你看看后来王岐山 跟他自己相关的公司 其中一个是海航 他不只是海航 很多公司都有相关的 包括他自己的这个 这个大面书 自己的这个 非常直接的这个官员 后来也被调查了 但不是他查的 是别人来查他 因为他 除了很多人的利益 别人要报复他 所以王岐山这个形象 最后面录在这个中纪委书记身上 书记身上 这可能是王岐山 没有想到的一个人生的规划 所以因此 王岐山 最后面 被这个抛弃 成为一个 成为一个 现在被冷落的一个 一个人物 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他 承受了这些年的 这样一些 伤天害地的工作的一个 报应 被认为是一个 那么但是啊 在处理啊 这样一个 记检系统的时候啊 又一些官员 有一些人士是比较特殊的 王岐山先生在书中就记录啊 比如说副部级以上的官员 就需要习近平的亲自批准 才能够进行调查 和惩处 其中啊涉及到一个非常棘手的人物就是 曾经与邓小平的孙女结婚的这一位保险业的大亨吴小辉 那么呢是习近平亲自签字部署 之后才对吴小辉进行了有关的调查 对我抱一句抱歉 我插一句话 为什么吴小辉这个案子啊 就是要习近平签字的这是里面一个特别的原因 不仅是吴小辉这个案子很大 而是因为习近平 听说曾经讲过三个家庭 不能查 一个是江泽民 一个是 这个 胡锦涛 一个呢 是邓小平 我当时就认为了他这种说法是有一定的政治智慧的 因为 这三个家庭 他主要是一个政治性的标杆人物 如果涉及到这个家座的问题的话 非常的敏感 他会变成一个 跟你你被联想的一个政治话题 所以他 属于增进也好 属于这个 政治的敏感度也好 他说这个 三个家庭不查 但是吴小辉是因为是被认为是 郑小平家座的一个孙女席 所以呢 他 他需要他特殊批准 好谢谢和平先生的补充啊 说到这个几个家族不查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家族查不查 也是给这个中纪委带来了很大的困惑 就是习近平家族到底怎么办啊 那么王春安先生在书中介绍 在二零一二年底的时候呢 实际上习近平的一些直系亲属和一些大家族的成员啊 就开始主动的啊 抛售减少自己的资产和投资 那么据消息人是说呢 这个是习近平亲自要求的 还有另外一个人亲自要求就是习近平的母亲 其心女士 是他们要求自己家族的成员也要减少抛售这一些资产 在二零一四年的时候啊 当时有一个事件啊 这个事件的和王串先生本人还非常相关 就是啊有关于习近平的一个表兄弟啊 叫做齐鸣涉及到的一些问题 2014年的时候啊 中国当局实际上是以涉嫌犯罪的罪名逮捕了习近平的这一位表弟叫做齐鸣 那么齐鸣到底是什么人呢 王串先生在书中介绍这个齐鸣啊 他是一个准军事警察 就是武警 但是后来啊是进入了澳大利亚国籍 哎但是呢他作为一个澳大利亚华侨啊 在中国做生意的时候啊 经常炫耀自己跟习近平的关系 那么有一个齐鸣的前商业伙伴啊 就跟王串涵说 齐鸣这个人啊是一个非常喜欢奢侈生活的人 并且呢啊这个用用就是说是吹大牛啊吹的没边啊 总是做出了很多宏伟的承诺 但是从来没有对见 此前呢王串先生在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也说啊 说哎这个你们来啊商业伙伴啊 咱们一起参观中南海啊 哎我带你们到中南海里面去看一看啊 哎将来我们的这个产品的新发布会 我在人民大会堂给你们安排 就许下了很多这样的宏愿 那么一方面呢是自己的某一种虚荣心做事 另外一种呢也是啊 总是利用自己和习近平的这样的一个亲缘的关系 为自己带来更多的商业的利益 但是王串先生啊在书中也说 他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习近平的确是为促进 齐鸣的商业利益做了任何的事情 就是习近平本人对于齐鸣的更多的商业交易更多是处在不知情 或者是不认同这样的一个状态 而中国精英圈里面的很多人认为呢 当时习近平批准对于齐鸣案件进行逮捕 对他涉嫌犯罪啊进行处置 是一种大义灭亲的举动 通过这样的行为来证明自己的清廉和清白 而中纪委宣布对于周永康案进行正式调查的一两天后 据王串翰先生在书中透露 是习近平亲自向政治局常委进行通报 通报了齐鸣被捕的情况 哎那这样的一个事件啊 我想请问一下科兵先生 与你所了解的情况是不是一致的 你如何看待习近平处理齐鸣案这样的一件事情 当时我们就已经得到了比较准确的可信的消息 齐鸣是在中南海出来之后 马上就被抓了 所以中南海出来之后实际上是到习近平家里去了 那么习近平跟他谈了什么话 家人跟他谈了什么话 我们不得而知 那么习近平的家庭啊 我们都一方面就知道 他的父亲呢是习近平 但是很少人知道 就是他的岳父啊 实际上是一位非常受人尊重 而且很有才华的一位学者型的人物 好像是燕京大学毕业 法政系毕业 但是他思想比较左春 虽然做过国民党的县长什么高参 他把三个子女就送上了燕安或者是革命 一个呢就是他的母亲齐鸣 齐鸣上面还有一个他的应该是大姑姑吧 一个大姑姑 还有一个呢就是齐鸣有个弟弟 叫齐鸣就是齐鸣走 后来一看喊口号齐鸣走 齐鸣他自己走了 最后就把这个名字给了 给成叫齐鸣 是叫齐鸣 不应该叫齐鸣 叫齐什么我都忘记了啊 那么他的儿子就是齐鸣 他这个舅舅啊 原来是武警黄金部队的一个证文 结果在出差的过程中 突然发现有疾病 是得了安正后的抢救吧 就死亡了 死亡的比较早 所以齐鸣实际上对齐鸣呢 就照顾的比较好 他们家里的子女啊 有的关系也比较微妙 但是整体来讲呢 齐鸣老太太的 齐鸣生对这个弟弟的孩子 照顾的还是可以的 但是你照顾的可以 和后来的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这样一种经商的热潮 那是 是有点关系的人 都会引起聚与的商业的活动 实际上习近平的 这个家里也有人聚与 齐鸣也是有人聚与 在这个聚与的过程中间 当时又没有法律又没有规则 大家能捞就捞啊 各种各样的名义 那齐鸣就被 这个揭露 在澳大利亚 在这个 这个中国 总是有人把他的情况举报上去 那么当时候 习近平就 开个家庭会议 就说我是关公 耍大招啊 好像是不认人啊 大概这个意思吧 然后就在家里讲了这种话 这种话呢 就受到 齐鸣老太太的 这个支持啊 就是说 他认为儿子这个事情呢 要做江山 这个事情是你必须要 讲清楚 所以他家里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姊妹的这种经商的事情就停止下来了 有些资金 后来纽约时报 不是交给了一个什么管理吗 但是齐鸣呢 他并没有 有太多的这个收敛 因为他的个性的作风嘛 所以后来就觉得 应该拿他开刀 所以听说是 找到谈话 然后就出来了 把他给 抓了 抓了以后呢 审问来审问去 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 准不准确也不知道 就说呢 发现了这个事情 真的定罪吧 也谈不上 所以后来还是释放了 但是当时候被抓的这个过程和这个事情 震动还是蛮大的 就觉得 习 真要下手了 拿自己家的一个亲戚 这么亲戚的亲戚 而且是一个 他父亲已经死掉了 死在所谓的工作任上 对吧 所以是属于应该被特殊照顾的 那他开刀 当时对党的等等很大 是不是跟周永康有关系 我就不知道了 这就不知道 因为周永康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对好 谢谢何明先生的补充和介绍啊 但是王专先生在书中讲到 习近平反腐手段之严酷的时候 也谈到了一个悖论 是什么呢 就是对于习近平来说啊 在官僚体系上下 塑造这种无处不在的恐惧感 既是好事情也是坏事情 一个让人畏惧的领导人往往呢是不敢挑战的一个领导人 那么这样的一种啊 畏惧感往往呢对于习近平集中权力是有好处的 但是啊 过多的这种恐惧感也会导致官员什么都不敢干 反而是会使整个官僚系统陷入某一种瘫痪 而在王专先生来看啊 习近平最大的需要小心平衡处理的一个问题 就是官僚体系完全因为恐惧而僵化啊 完全失去了正常运行 更不要说政策创新的这一种欲望 还有呢 就是啊 塑造围绕习近平 塑造围绕党的纪律本身的这种威严 对于官员的震慑和威慑作用 现在呀 从2013年左右的反腐斗争开始 到现在已经10年了 那位想请和平先生谈一谈 你认为习近平的反腐搞的这样的一套 现在看来到底是不是成功还是失败 留下哪一些长期的隐患呢 对于这个党的这个腐败的问题 虽然 可能现在人家存在多一些隐蔽性的这个腐败 整体来讲腐败的情况跟胡锦涛时候相比 跟习近平上台的时候相比 跟江泽民相比 那确实是好了很多 而且通过这样一种清洗 不但呢 使领导干部的这种腐败的形象得到改善 同时呢 让习近平的个人的权威 威信 在这个党内 给建立起来了 一将成名万国库 将军不就是这种将军起来的吗 那么领导者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建立了他的权威 正如你刚才讲的有一个负面性的作用 就是恐惧 持续时间太长 如果你阶段性的反腐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 一方面你要立威 另外腐败实在太严重 但是 你要讲一讲 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 很多事情是没有规矩开始做起来的 对吧 你郑小平经营上不管黑猫是白猫 走到老鼠是好猫 不管你怎么到的对岸 摸着石头就可以过河 有桥也不过 对吧 但是说明这个里面有冒险 说明这个地方有不确定的因素 但是你现在党 要拿来反腐败 也有你的理由 但是如果把这个反腐败 变成一个长期化 也可以 比如说面对未来 你如果还有腐败 可以要继续追查 但是 如果你倒查15年 倒查20年 我觉得这就是使了 整个一代官员呀 没有几个人可以睡得着觉 因为为什么 没几个人不腐败呀 对吧 因为那个时候你不腐败都不行了 你就想一想 有一个副市长 他就曾经讲过 跟我讲 他回家呀他不敢回家 为什么不敢回家呀 但是又要回家那怎么办呢 先把司机把车开到远一点地方 自己偷偷摸摸 就潜伏到自己的家门口 看一看 谁躲在自己的家门口 如果躲在家门口自己看一看 这个家伙是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跑过去就打 打坏了 你到我办公室讲就可以了 如果这个人 但凡有一点关系 你就说今天我最好不能碰上他 为什么呢 因为 虽然可以收到钱 这是一方面 但是人家的早女给你钱 往往是 他通过正常的途径 解决不了的问题 也就是说 你收到这个钱 就是一个陷阱 就是一个陷阱 但是你不能天天这么搞啊 对吧 你没办法24小时这么搞啊 这些行毁的人受毁的人 那种办法之多啊 你到了一种无法想象的地步 对吧 你的房子里面 莫名其妙一得钱在那个地方 你都不知道钱怎么来的 有的人他就从门口 看到你的窗户开了以后 终于想办法把一路钱 给你窗户的举过来 你有院子 突然有一包钱 扔到你的院子里面 送你的月饼也好 送你的各种各样的礼物也好 你这打开里面就一扎现金了 对吧 那个时候当然现在就不需要了 那个时候就这么土 我记得有一个朋友 他就说 哎呀 他说我们啊 过中秋是 最艰难的一个日子 为什么呢 这些月饼都一个一个打开 对吧 又不可能吃的 你为什么打开呀 月饼里面有钱啊 当然你打开了月饼 月饼往哪里扔啊 你不能作为垃圾扔啊 万一机委或者其他人来查你呢 说你把这么多月饼扔掉了 所以就只好往这个洗手间啊 去扔 但是这个洗手间这个月饼 又是那么一个坚固的东西 哎哟 真是痛苦万分 当官啊 受败也受败的这个难驱 有他的一种痛苦的事情 我讲这些事情呢 就是说 也是我这些天呢 不断地在想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习近平的这个反弹呀 不能无需无止这么搞下去 你可以面对未来 但是你不能回顾的历史 它长 回顾的历史美国人不能过日子的时候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很大的 现在反习的这个力量 反习的力量有很多 对吧 有西方 有这个 一些知识分子受到打压 有有这个现代企业家感觉做生意比较难 其中也有一部分 就是 涉及到被查的这些人 最近很多子女在海外 最近很多的亲戚 有各种各种的关联 曾经一个省长 一个副省长 他有多少关联的影响 他一旦被查了以后 周围有多少人受影响 这些人都成为了现在非常坚强的反习势力 所以现在习近平 他是受到前所未有的这种安全保护 也不能说是没有原因的 更重要的是 全世界 和人类历史上 很少有一个皇帝或者是一个领导人会把反腐败的这种倒查 无数无数搞下去 比较好的做法就是 到了反腐败到了一个阶段 对吧 这个阶段呢 除非非常特殊的情况 就不要倒查了 然后 大家一起 面对未来 但是未来不行 而且未来应该 把这个反弹局 从纪委里面 再返回到 这个 这个纪委系统 检裁员系统 让检裁员系统成为一个 因为他是公权力嘛 真正成为一个 针对官员监督的一个部门 而不是由党的激烈这样的部门 来对付这个司法系统 行使这个责任 中国不管往哪个方向发展 你是未来做什么主义 你基本上的法制 基本上的公开的这个系统 那是一个必要的基础 那是所有的文明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 是由 相对公平的 相对公开的 相对有这个当事人的这个辩护权力的这么一个机制 要建立起来 你无能再搞这种 这种 现在双贵已经没有了 现在叫刘直 刘直其实跟双贵没什么本质差别 对吧 纪委系统反应权力在 最近几年加强了 天天这么抓天天这么抓 一方面老百姓麻木了 对吧 你每过几天现在谁公布一个什么副省长 什么人大副省 没几个人关心 对吧 但是你造成的官方的恐慌 这是 非常非常的 深远的 那怎么办 那些官员现在发现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对吧 我也不要钱 我也不贪 我也不干活 对吧 因为你干活就要涉及到利益 你涉及到利益就有可能有一些利益的问题 不干活那你拿来我没办法 对吧 而这个习近平你最厉害 你掌握军权 掌握警察权 掌握纪委权 但是你这种干活还是要精英阶层 还是要这批精英分子 还是要这批官僚 现在整个官僚 对习近平是敢怒不敢言 但是 深深的怨恨 这是真实的存在 所以习近平从哪一个角度来讲 应该 十度的 宣布 或者是 实际性的 对过去的追查 应该就到一个阶段结束 然后呢 下一步呢就是 增加执政的透明度 增加执政的被 检察机关的监督的程度 增加媒体的监督的程度 对吧 然后呢 慢慢走向这个法治 不能再由纪委这种 这种肮脏黑暗 这么一个系统 来进行 美国实际上 也是有这样一些检讨嘛 对吧 包括这个 酷刑的这个事情 那美国国会议员 在追查最后面的调查 还是得到了很多的改变 但是中国现在 看不出改变的这种迹象 这是非常遗憾的 但是我希望 能够改变 好 谢谢和平先生精彩点评 今天呢有好几位网友给我们打赏支持 感谢艺人打赏 感谢如是我闻打赏 也感谢金山打赏 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大家继续介绍的是 王春汉先生在艺人之党这一本新书中 讲述到的中国各个党政系统的情况 而今天的我们为大家介绍到的是中国的纪检监察系统 和平先生表达了他对于中国这个纪检监察系统的困惑 中国的这个纪检监察系统存在的问题 以及可能会对于中国官僚生态造成的破坏 希望今天的这一期内容对您有帮助 明天思想先驱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华尔街电视每周周一到周五 美东时间中午十二点与您不见不散 观众朋友们好 感谢大家来到今天的思想先驱报节目现场 和平先生今天呢 跟我一起来聊一聊一位企业家叫做黄仁勋 詹森黄 他呢不是别人就是英伟达的创始人兼CEO 提到英伟达呀 近期大家关注市场新闻的朋友们 对于这个这个名字可以说是如雷贯耳 柯文先生据说你有你的朋友是投资英伟达 现在已经是这个洗得合不拢嘴了是不是 就是早几天我不是在这个皮亚酒店去了一趟吗 就是你讲过皮亚酒店 然后我也去了广场酒店 这里面跟朋友聊天 说最近怎么样啊 就跟我发感慨啊 他说搞了半天才发现 搞失业还是不行 搞投资还是可以的 我最近投资了什么 投资了英伟达 说到了这个英伟达 他可能是首个现在是接近万亿级别的一家 芯片或者叫做半导体公司啊 那么英伟达呢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天 股价呢飙升24% 现在呢已经达到了历史新高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其实我们都很知道就是人工智能啊 可以说是破纪录的繁荣 现在呢正在转化成为对于英伟达GPU创纪录的销售 人工智能啊可以说是挑动了很多各行各业人的想象的神经 对于人类是不是要进入一个计算新时代啊比之前想象的速度要快很多 在整个业界内外啊都产生了很大的兴奋 而黄仁勋自己啊在讲到有关情况的时候说啊 说现在可能一个杀手机应用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当生成性人工智能出现的时候 那么这一次啊人工智能到底啊这样的一个热潮能够持续多久 其实啊这与之前的区块链或者说和之前的元宇宙相比有一个重要的不同 就是各行各业的分析师普遍认为这是一次根本上的生产力的革命 而不是某一个市场的风潮 黄仁勋是不是就是在朝头的弄潮儿呢 当然你可以这么说 但其实啊如果仔细看黄仁勋的历史 我们就说机会只给充满了准备的人 他其实啊英伟达这样一家企业在他的手中苦苦经营 一路啊可以说是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顺境匿境 也已经超过了三十年 在今天的思想千区报中啊我们就要为大家介绍 黄仁勋到底是谁 英伟达又是怎样成长起来的 英伟达历史上又曾经有过哪一些失败 今天在之前的华尔街论坛节目中啊 我们还特别讲到了黄仁勋与和平先生的 极点一同 哎相同的地方是很多的 比如啊都对台南的小吃 很有感情 都是1965年出生 都戴眼镜 喜欢呢 穿这样的一个 我们说这个不是非常时尚的这样的一种衣着 打扮啊 啊这个这个 就这个黄仁勋的标准的打扮就是 黑色的夹克 再加上运动鞋 和平先生的经常也是这么多 而且这个腰带呀 你现在的时尚标准相比啊 好像老是记得位置偏下了一点 显得呢 有一点小肚男 黄仁勋呢 也是这样一个形象 另外呀 看到黄仁勋的形象 和平先生还跟我感慨 说你看几年前 黄仁勋一头黑发 现在呀已经是白发苍苍 宛若老人 而我 也是如此 但是要说到和平先生 黄仁勋很大的不同点啊 那么当然 有几大不同点啊 首先呢就是 和平先生还是在兢兢业业的做媒体啊 黄仁勋先生好像目前没有投身媒体的计划 我们也希望他踏踏实实的搞GPU 就不要涉及我们媒体领域啊 第二呢 就是 黄仁勋啊 他呢 怎么说呢 就是他是一个 可以说是 一个在自己的 这个 工作的领域也是经过几番改变的人 英伟达从最开始做的东西和现在做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和平先生呢好像是辗转了出版 辗转了这个媒体电视 几个行业还是在出版这一块 还有另外一点呢 当然呢就是 财富的巨额的差距啊 黄仁勋先生呢 现在呢估计是财富自由 尽管他还去台南的夜市买麻花啊 一会儿我们要聊这个话题 和平先生啊 还在艰苦的与我们几位同事一起打拼 想象着媒体尚未到来的更美好的未来 我们先说一说黄仁勋和台南的感情 哎 其实现在啊 黄仁勋先生本人并不在美国 他在台湾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受到了台湾国立大学的邀请 要在 5月26日 也就是今天 在台湾国立 国立台湾大学 进行 毕业典礼的 致辞 演讲 那么他呢 当时呢 是在好几个月前 就收到了邀请 当时我估计台湾方面也不知道英伟达会成为一家 万亿市值的企业 特别是在一天之内股价 标涨24% 而黄仁勋先生本人呢是提前一天来到了台湾 被媒体拍到 来到台湾的第1个晚上 就在台南的夜市里面啊 自己穿着变装开始买小吃 买的是什么呢 哎 有这个眼疾手快的记者就拍下了 他买了两根大麻花 我想先请何明先生来谈一谈台南是一个怎样的地方 风土人情又是怎样的 黄仁勋先生 生长 出生在台南 你觉得对于他的性格有什么样的影响 台湾是音乐之乡 台湾是艺术之乡 台湾是文化之乡 孔庙 台湾的最大的一个孔庙或者是最原始状况的庙 就是在台南 台南还有 担子面 台南一样的也是一个移民之地 所谓移民之地是从内地来的人 不少就在台南增长 有一位江西人的后代 叫什么 电影导演 李安 现在黄仁勋先生呢 是台南人 但是他同时呢 也是浙江人 无论是浙江人 和台南人 我都感觉得很亲切 因为我每一次去啊 到台湾呢 我都要去高雄 台南 这些地方 尤其是喜欢 吃他们的小吃 但是我呢也是喜欢麻烦 我也是喜欢小吃 我唯一的就是觉得 台南有一些地方实在是太脏了 夜市我受不了 所以我就专门找了一些比较的 骗游客的那些 餐厅去吃饭 台湾其中有一个叫担子面 就是小月 担子面还叫什么 担子面 我当时就一直没搞清楚 我以为是 小月是一个女性的名字 所以我就问他们老板是不是叫小月 叫杜小月 这个 担子面 然后我就后来知道 是台湾人的谦卑的一种说法 就是说 我们的日子不太好过 所以我们叫小月 小月的时候呢 挑到一个 这个 肩膀挑到一个 两个东西装到吃的东西 到各个村庄去走 但是因为是小月日子比较紧 所以每个人都只能长一点点 所以台湾的担子面就保持了当时候 困难时候的那种贫困 一点点 一点点 但是实际上味道 非常好 当任何东西你发现吃一点点的时候是味道不同的 所以你要去台湾了 因为台北有一点太 相对来讲比较现代化 有一些美国的 香港的 或者中国大陆的 现代化的城市的味道 真正比较原始状况的呢 你还是要去乡下 要去比较偏僻的地方 台南的附近 很多的一些工厂 一些地方我就去过 它保持了很多的这种 原生炭的事情 包括你比如说 河南 河南是统治过 台湾嘛 你在台湾其他地方是找不到这个 这个遗址的 但是台南市就有一个好像是叫 池坎楼是叫什么 当时候 本省人 本地的原来的河南人 跟河南的 殖民地 他们之间的一些 纠葛一些问题 很有意思 所以 台湾是一个产生 文化的 地方 好 谢谢和平先生的介绍啊 但是啊 与这个 黄仁勋关系最大的 恐怕还不是台南 而是一个叫做GPU的东西 到底什么叫做GPU呢 这就是英伟达的核心产品 但是我们提到英伟达这家企业 在近期的这个人工智能以及之前的区块链风潮之前 它并不是一个我们家喻户晓的名字 不像什么微软的脸书 亚马逊呢 哎不像搜索引擎 不像我们手机使用的APP啊 这样的一些名牌可以说是我们生活眼的眼睛看得见摸得着的一部分 那么英伟达所生产的这个GPU啊我们叫做图形处理器的到底是干嘛用的呢 他就是在我们常用的个人电脑也好手机也好啊 行动装置也好啊 啊游戏机也好啊 执行图形运算的这样的一个微处理器 一个GPU啊有数千个核心 因此呢就可以处理大量的平行运算 特别是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这种高速复杂的运算 就必须处理大量的数据 使得GPU成为了必要 比如我们之前也为大家介绍到啊 OpenAI训练最先进的模型GPT4 要同时使用的GPU的数量就是一万个 而这呢就来自于英伟达最先进的A100 之前呢是H100这样的型号 那么我们说黄仁勋他为什么能够想到做GPU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做GPU的历史上又曾经经过哪些挫折呢 这就要从黄仁勋的成长史说起 黄仁勋呢他自己啊这个成长经历啊可以说是相当复杂的 刚才我们提到他在台南出生 他的父亲呢是台湾的一位化学的工程师 后来呀他小的时候在泰国待过几年 是跟家庭一起呢是在泰国游学大概是到九岁到十岁左右 当时因为父亲的工作需要一家人呢就搬到了美国 但是他最开始到美国呢 其实不是我们这个亚裔华人经常在的西海岸或者是东海岸 而是在一个地方叫做俄勒岗 这个俄勒岗啊我们提到就知道这个地方树啊非常的多 有些地方景色非常的美 但是啊人不是很多啊 这个特别是跟科技行业啊可以说八杆子倒不着 当然他离他离硅谷不是那么远 但是啊短短的一段距离可以说是隔开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美国的州和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世界 这个黄仁勋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回忆啊 说他小的时候啊啊跟同学交往的时候最开始因为语言的障碍 所以非常的内向 和同学的关系呢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这样的一个孩子 但是啊他学习非常好 因此啊他这个怎么样取得同学的喜欢呢就是帮别人写作业 那么特别是啊他因为他长得比较小啊 我们知道亚裔的这样的一个孩子 那么经常会受到别人的欺负 因此啊他在上学的时候啊就搞定了班里面啊这个最高大魁梧的一个美国的男生 而他搞定这位美国男生的办法就是帮这位美国男生写作业 从此之后这个美国男生呢就给他提供了保镖服务啊 就保证他安全的度过了一段 你是不是也都说的时候也是跟别人写作业啊 我我一般是找别人给我写作业 怎么突然说到这样的话题了 对这个黄仁鑫先生呢 哎结果呢就比较安全的度过了自己的高中岁月 为什么说安全非常重要啊 这个黄仁鑫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回忆啊 说不知道是他的父母疏忽啊 还是当时他们对于美国的情况的确是不了解 他刚到美国上了学才发现 他去的这个学校啊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美国学校 是一些 我们就说有过一些一些青年的不良行径的 这个有一个词叫什么就类似于就是半改造 改造青年 半尊式学校 对反正就是说是对于一些犯过错误的或者是家庭 比如说出现一些分裂的这样的一种啊 半收容半管教啊 半改造这样的一个一个机构 结果说到第一天上课的时候 半年好多人都是拿着刀来上课的 看来啊 也是这一位啊 身强力壮的美国男孩子给了黄仁鑫很好的帮助啊 能不能让我们这个黄仁鑫啊 顺利的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学校环境中成长 但是啊不知道是受到身边带刀上学的同学的影响 还是他自己本身就一股完事不公的劲头 黄仁鑫啊其实从小的时候啊 哎就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第一个麻烦呀是很多的我们家里有男孩子的啊 这样的一些家长都很头疼的一个问题 非常喜欢捣蛋 黄仁鑫啊自己就回忆说有一次他把一大桶汽油啊 就交到了游泳池里面又把那个游泳池点燃了 就看到整个是水上的全部是火 他的旁边啊就觉得非常的兴奋 还有啊他有一个问题让他妈妈觉得老大男是什么的就是太喜欢玩电脑游戏了 这个每空余的时间呢读完书就去玩电脑游戏 也不去搞体育运动啊也不去跟别人交流 但是说他不搞体育运动啊可能也并不公平 黄仁鑫自己呢其实是一个乒乓球高手 哎打乒乓球啊还曾经获得过某一些赛事 咱们除了钱上有很大的不同之外 共同点还真的是不少 哎 结果呢这个黄仁鑫啊就这样 在这个俄勒冈州啊一路是跌跌荡荡的长大 虽然是成绩非常的优秀 但是毕竟是小地方来的人 哎有的时候在读大学的时候啊也没有那么多的选择 他也没有进入像什么哈佛呀 MIT呀耶鲁啊像普林斯顿啊这样的我们说顶尖级的名校 他上大学实际上去的就是俄勒冈州立大学 但是他上学啊这个时间年龄比较小是16岁就上了学 结果呢他在17岁的时候啊 在班上的实验课的时候呢 就对林卓啊与自己实验分组分到一起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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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女同学啊 产生了爱慕之意 怎么像这一位啊白人的女孩在求爱呢 黄仁鑫顾忌重演就是你的实验我帮你做你的作业我帮你写 哎 结果呢就是这样的啊 情感魅力作业攻势 打动了这一位啊 年轻的白人女孩 而这一位他17岁结识的白人女孩 就是他现在的太太 那么呢在一些媒体采访中啊 我们导播找到这张图片就可以看到身边的这个典型的长得像是一个就是美国这种 街上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一种啊 白人的一个女孩子 哎就是黄仁鑫当年在17岁的时候 班上实验课啊 帮他写作业的这一位 哎这呢就是黄仁鑫一家的一些故事 我们再说到英伟达的创业历史啊 这个说及英伟达呀 当然了有一群英伟达的粉丝啊 他们呢不仅仅是英伟达的粉丝 也是黄仁鑫本人的粉丝 啊他们呢给黄仁鑫起了各种各样的名字 比如说黄教主啊 比如说皮衣老黄啊 比如说丸主等等等等 表达了对于黄仁鑫个人的崇拜 但是啊黄仁鑫其实还有一个略带讽刺的称呼 说他是两旦元勋 说他是原子旦之父 说他是这个轻干之父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何明先生你有没有有关这方面情况的了解 我完全不了解 其实黄仁鑫这个名字已经值得很久了 英伟达这个名字也 值得很久了我真正 对他感兴趣的还不是他的股市的上涨 而是他的一些思想 一些观点 尤其是最近好像是接受 这个英国经营时报的采访 对啊那么我们的这个 啊这个小杨和新闻都做了相应的节目 这才是真正是我打动的一个地方 对那我们先来讲一讲他为什么叫做两旦元勋 然后我们再回到黄仁鑫近期的 对于中美关系发表的一些言论上 说两旦元勋这个称号啊 其实是对黄仁鑫的讽刺 为什么呢 因为呀最开始英伟达在面对竞争对手的压力的时候 实际上产品的功能没有做足 就把产品上市了 这一款显卡叫做GTX590 结果呀 买了黄仁鑫这一款显卡的同学们啊 一回家就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这个产品啊 对于电源的要求非常高 而当时配备的这个高端主板的接口 根本没有 没有办法承担 这一款显卡超频所需的电量 结果回家一用就发现不但整个电源全烧了 据说啊 整个房间的温度都提升了 所以人家说你黄仁鑫你搞的这不是芯片的 你搞这是原子弹呢 就以两弹元勋这样的一个称号啊 来讽刺 当时英伟达产品出现的质量缺陷 但是后来的事情我们也很知道 其实有的时候啊 产品的发展真的不是一步到位的 中间要经历很多的失败和挫折 现在的显卡已经没有这样的问题了 但是两弹元勋这个讽刺性的外号还一直留到了今天 再比如啊 英伟达在整个创业的途中啊 其实离死不远有好几次 最惨的时候啊 手里的钱就只共六个月了 当时啊 产品是零 整个这个产品的产品线还没有打通 那么也知道开发测试一款芯片基本的周期是多少 是九到十二个月 你手里的钱只有六个月了 你一个周期都走不完 当时黄仁鑫就跟手下这帮兄弟们下了一个命令 说咱们反正就这么多时间了 不行咱们就破产了 但是咱们尽量不让我们的投资人知道我们的情况有多惨 试一试万一试成了呢 结果最后还真的就是在最后这六到九个月的时间里面 可以说是超速完成 非常幸运的试成了这样的一条完整的芯片技术线 结果推出了有关的产品 那么黄仁鑫自己啊 在商业决策的时候啊也曾经有过好几次挫折 比如最开始啊 在技术路线上就完全压错了堵住 结果呢和微软就撞到了同一条赛道上 那么当时呢英伟达根本不是微软的对手 差点啊就被微软一下挤出了历史的舞台 再比如啊黄仁鑫之前在这个区块链挖矿大潮之下呀 也曾经赢过自己人生的一个小阳春 但是区块链的热潮在二零二二年底的时候就爆裂了 结果呢黄仁鑫的股价啊是一下子跌得非常的惨 有人说啊英伟达是捧得多高摔得多低 指的就是之前在区块链热潮里面啊 股价大涨又迅速猛跌回来的英伟达 起起伏伏真的是非常多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这种多元文化的背景 不知道是不是他在商业上一次又一次的魔力啊 反而是塑造了黄仁鑫在我们看来 在理解国际局势 特别是不同国家之间竞争的时候 一些比较复杂 也比较有角度 比较有洞见的一些观察 与一些主流的啊 讨好的声音似乎不大一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何明先生 首先啊他是一位华裔 同时又是一位台裔的这么一个科学家 一个科技的企业 这些年在美国一路的决神 不只是他一个 所以呢 我们有一点好像淡然了 实际上呢 这些年 从互联网科技企业以来 我们看到的是雅虎 看到的是各种各样的这个 企业 每一个大企业里面都发现 有这个我们只是注意到 CEO是印度裔 其实很多事情的创业者 老板 甚至是老板 是台湾人出来的 或者是大陆人出来的 这种感觉啊 我是有一点如有人言的感觉 相比任何的行业 没有科技行业 让我更抱有这种敬仰 因为科技技术 则是人类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推动力 不像现在的政客为了迎合名义 不像现在的这个思想者啊 就是认为自己可以指点这个江山 而这个科技者他确实是把市场和创造结合在一起 对人类的提升和改变是非常非常巨大 这一次他之所以引起我的特别的注意就是他的 几个讲话 从这些讲话里面 他对当今世界的科技 是非常的 具有洞察力 对中国的现在 遭到这个整个的媒体 简化的一个中国 他的动作也是令人的钦佩 而这种钦佩 和相比 另外一个了不起的企业 台积电 相比 就大大的不同 台积电的老板 创办人 张针毛先生 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一位科技企业家 但是你从他的讲话里面呢 就看到一种无可奈何 一种一种讲话 没办法讲明白 就是感觉很尴尬 很受到某一种牵制 而这个黄恩生他讲话就更加直接一些 这就是 也许是年龄的原因 也许是他的事业跟他的上一代的科技企业家有了不同 这两点境界就是 第一 他就讲 AR的技术 对他的一个巨大的推动力 这是张针毛先生 和其他的一些华裔企业家 还没有像他这样很清晰的表达 AR对这个科技产业的这个 巨大的推动性的作用 他甚至认为他的股价 他的很多的发展 都是跟AR有关 这个是他站在现在的最前面的阵地 因为AR现在已经开始 慢慢进入到各个系统的运作行业 我每天都追踪 这个大学利益AR做了什么 那个大学利益AR做什么 那是大学的实验室啊 你真正的 我们现在看不见的这个科技的应用行业 可能很多的成就 我们未来在几个月之内就会出现出来 而这个英伟达 是站在最前面的 我感觉的 如有人言的感觉 因为 这一点跟我们最近几个月 拼命地跟我们的观众 而且最早是 李奇博士来向大家推动这个AR 其实是有很大的这个关系 第二点就是我认为非常了不起的地方 就是他指出了 科技的 这个本质 什么叫科技的本质呢 我们只是看到它的门槛 看到了不起的这些科学家的创造发明 但是科技和科学还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 如果说 科学是哲学 是更 更前端 更遥远 但是科技它就不同 科技它是一个真正应用和改变 人类生活形态的 这样一个行业 在这个行业里面靠的就是两方面 就是一是人才 第二是市场 我们知道美国 欧洲 都有非常多的科技人才 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长期教育的结果 第二个是自由的环境 另外就是工业革命也是从 欧美开始起来的 但是呢 市场 欧美出现了某些问题 这个市场 一包括你的生产能力 第二包括你的 消费能力 从这两点来讲 全球南方的这种增长力 很显然 正在超过 整体现在实际上已经超过了 这个西方 而且未来还会 更大幅度的超过 这个西方 尤其是中国 中国的制造能力 中国的 甚至创新能力 中国的市场的 消费能力 那是当今世界没有人取代的 就好像美国 很多的优良的人罪的协议机制 美国的军队 美国的某些东西不能取代一样的 那中国这种 不会具有取代性呢 在过去几年遭到了严重的扭曲 或者把它政治化 简化 就认为了要突高 甚至还冷战 最近又提出 去风险化 而黄云生就讲得很清楚 如果你要去 拾出中国市场 那你美国的科技业 高科技业 百分之 30 左右 是在中国市场 那科技业 你如果只有人才没有市场 这个人才最终是 不会把科技业推动起来的 虽然人才对科技业是最开始的驱动力 但是最终让人才得到发挥 和科技也得到发展 是靠的是市场 所以这个和西方现在整体上的 这个世界的战略 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撞 就是让这些政客们 明白 什么叫科技 什么叫市场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 黄云生这么一个讲话登上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媒体 这个金融时报 我认为这些话会对这些政客们 多少会产生一些影响 好 谢谢和平先生的介绍 那么说完了 黄仁勋对于中美关系 还有对于中国市场 特别是对于科技发展的一系列观点 我们再来看一看 黄仁勋对于企业发展 曾经有过怎样的说法 我们说呀 有的时候 你看一个人对于企业的看法 不要看他成功之后说的话 因为成功之后说的话 永远就是 一路都是光芒万丈 我的预测永远都是正确的 比如说我们翻一翻历史 看看黄仁勋刚刚成功 还没有这么成功的时候 他对于商业的发展有怎样的判断 那么昨天呢 我特别注意到啊 黄仁勋大概在2009年的时候 在斯坦福大学的共享资源公开课上 曾经作为斯坦福大学叫做高管培训课上的一个特约讲者 给在场的这些MBA的同学 给在场的这一些即将要成为美国下一代CEO的这一些同学 来分享自己办企业 一些人生的体会 那我也特别请我们的导播啊 把黄仁勋的几段演讲啊 分割开来 我们呢看一段点评一段 我们先请导播放出黄仁勋这段演讲中的第一部分 我们先订阅中的几个旅客 multiple customers and so that's the company building process it's mechanical it's interesting lots of trial and error it's organic people matter personalities matter and if you guys are interested in talking about that I'm happy to talk about that as well and then I would say probably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above that is to realize that when you're building a company and building a product skill matters intellect matters training matters but it's not enough the part of it that that is important to realize about building companies is that it's a challenging and painful and often times extraordinarily scary thing to do and so unless you have passion unless you really love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the company and what you're trying to do it's going to be incredibly incredibly challenging and also 曾经是为智慧手机开发的一系列处理器 当时这个系列叫做Tegra 但是很不幸 就没有受到当时的手机厂商的认可 结果可以说是在第一个赛道竞争中 就被他当时的竞争对手高通和连通一下打下去了 结果最后英伟达是非常惨痛的 退出了手机这个市场 可以说最后是被两个竞争对手一脚就踢出了赛道之外 因此找到GPU这条赛道 在人工智能这个赛道上 远远把其他的高通和国通拉在身后 这其实是近期才出现的事情 我们也看到2009年的时候 这个黄仁勋看起来非常的年轻 头发也是黑黑的 这个皮肤是油亮油亮的 跟现在这样一位白发的老人有很大的不一样 我们也说创业实在不容易 的确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或许从一个人的头发的发型上 发色上我们就可以看出 我们再请导播 何明先生你是不是要点评一下头发颜色的问题 不是我刚刚一进办公室 欣峰就在笑 原来你们哪 在我趁眉的办公室之前 你们就在取笑我说 欣峰说黄仁勋你看看 跟这个和平是一样的 结果你看人家那么年轻 对吧 你们原来是搞错了视频 把十几年以前或者几年以前的视频 让欣峰看到了 你看看他现在 对吧 现在黄仁勋就我们就说会打扮就是什么的 人老了就要穿的年轻一点 所以我们看到黄仁勋现在永远是穿一件皮夹克 给人感觉好像是这个这个骑着摩托车 就可以可以这个这个上街去去去找姑娘的 这样的一个一个三线城市的小青年 好了不说黄仁勋的年龄问题了 我们再来看一看黄仁勋分享了 怎样的他对于半企业半产品的感悟 我认为你限仍在一个一个成络的现场 做这些人的看到你 我认为你限制自己的总统 我认为你限制自己的不是外形 我认为你限制自己的第一个人 我认为你限制自己的功能 我认为你限制自己的合适 而我是从专业 我一直被关注我 and leaders need to be comfortable with ambiguity. Ambiguity meaning what does the future look like? Well, it's hard to say. Some people hate that. Some people just say, Jensen, tell me what you need to have done with how much resource and by when. Some people rather me tell them that hey look, there's this opportunity out there not sure what it is, not sure how big it is, but it kind of feels like this. Let's go figure it out and let's build a business. Some people are very comfortable with that. And so this ambiguity is important to be comfortable with, I guess. And I think that all CEOs that are very successful are comfortable with ambiguity. And I am very comfortable with ambiguity. 好,真的是他对于 作为一个CEO 必须要有的品质 和条件的一段分析. 他又讲到了一点 说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我的这个个性的原因 我不是一个非常外向 而不是一个非常人来疯的人 因此我对于这个事物 非常尖锐的 这个非黑即白 这个呢不是那么的清晰 我呢可以看到事物的一些 比较边缘模糊的一些角落 我也不是预言地 我不是说未来的趋势 就一定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 很多时候我也不能判断 未来在什么什么样的地方 也不是说你就给我一个答案 你需要多少资源 你几个月能够完成 我经常是给不出答案的 但是我对于这种模棱两可 我对于这种模糊性 我对于这种未来的不确定性 更多的是一个舒适 是一个拥抱这样的状态 这可能是我作为一个CEO 最重要的品质 也的确是啊 有人说黄文勋是人工智能教父等等等等 但是他一直就在媒体采访的中就表示 是说我从来没有预见过今天十年之后会出现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浪潮 而这并不是我的精准预测 不是我商业前瞻的结果 但是呢 只是当时我们在创立英伟达的时候 我们就判断 对于图像处理图像高速处理的需求应该是长远而一直存在的 不管你是一个游戏的玩家 我们记得几十年前那个游戏啊 现在看起来那个画质质量根本就没有办法看 对这个肯定有需求 那后来呢 大家从这个笔记本电脑从台式机进入到了智能手机时代 对于图像的处理有更大的需求 现在呢 大家对于并行计算对运算的要求更快 我们认为GPU这始终是一个硬的需求的所在 至于世界到底怎么发展 根本不是我能够预测的了的 但是呢 我就是对于未来有这样的一个方向性的感知 我就顺着这一条方向性的感知上 还继续走下去 结果最后还真的就走成了 我也想请问一下和平先生啊 你是不是预言帝 你是不是对于未来怎么样发展 什么样的产品会是下一个风头 有非常尖锐的这一种预力 还是你也像黄仁勋一样 你觉得 哎有的时候啊 事物是模棉可的 有的时候啊 事物的边界不是那么清晰的 而人需要和这种不确定性共同相处 我觉得黄仁勋现在很多话吧 因为他是台湾人 那台湾讲话吧 就是有一点 害羞啊 或者是有一点内向 或者是有一点开气 事实上他做了很多预议 事实上做了很多的判断 只是有一些判断和预议 后来证明是错的 但是呢 我觉得他作为一个企业家 他其实是有非常清晰的一个未来 但是他这种清晰的未来 在别人看起来是不以为然的 所以他所谓讲的独特的文化 他自己的这个坚定 像今天他接受这个 这个你们学校的商业科技评论 他就讲了人工智能的两大趋势在什么地方 那那不是日理吗 但是呢作为一个思想者 一定要是模棱两可的 一定要有一种 有一种含糊 有一种习近平的那种想法叫既要这样又要那样 就是说保持某种迟疑是必要的 保持某种迟疑和这种多层次的思维 让你看到的事情的角度可能不同 但是这并不等于你对自己的产品 你对公司的未来没有这个确定的这个定见 我觉得这一点他讲的就是一种独特的一个文化 怎么形成我们知道搞商业吧 或者是搞什么竞争吧 大家最喜欢告诉你的是 是不是成功了 你应该学习他的这个东西 那我觉得这不是应该作为一个真正的创业者 应该学习的东西 也许你开个餐馆 有些基本的尝试应该向别人学习 但是如果你是真正一个真正的具有开创性的企业 你应该相信 而且应该坚定自己的这种独特的感觉 也许你会失败了 但是你还有调整的空间 但是如果成功了 你就是一个创造者 而不是个模仿者 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的人 他都喜欢讲成功的故事 而不讲 失败的故事 其实黄仁昇走到今天 我相信他的失败 比成功多 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黄仁昇当年那些坚信的往事 我们继续进行到播放下一段视频 所以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时间 and I spent a lot of my time doing that. I believe, I believe this, that succession planning by a priori picking out three people that the board should consider in the case that I get run over by a bus is a toxic, toxic process. I know that it has been thought of as a methodology for leadership, but I think it's just very toxic for the environment because everybody's trying to figure out who got selected and who didn't. I think that it's a much, much better process to focus on ultimately develop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leaders so that in the case that something happens, or I'm not the right CEO anymore, there are many choices for the board to choose from, including outside. OK,so those are,I think the company building process focusing on that is the positive way of thinking about succession planning, a good question. 好,真的是当时现场的学生向他问了一个问题啊, 就是有关于,哎,你是不是有一个我们叫做个人的风险, 什么叫个人风险? 就你黄仁峻如果突然出了一个什么事, 大家自己说啊,我被公共汽车撞死了, 那你的这个公司怎么办? 黄仁峻就讲到了一点,说我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和我的团队在一起, 每天都在和我的团队在一起,他之前还曾经说过, 说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团队,其次才是董事会, 最不重要的是客户,客户说什么根本就不要在乎, 他讲到他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跟自己的团队讨论产品, 讨论技术路线这个上面,他认为这是一个公司真正能够成功的关键, 他也讲到在一个公司内啊,不要说啊,这个我完了之后啊, 第一个候选人是谁,第二个候选人是第三个候选人是谁, 他认为啊,这会在公司内不见的一种有毒的文化,更多的时间, 就是应该在打造这个团队本身,如果真的是出了问题的话呢, 那么会有合适的,会有已经经过这样的一个团队建设, 这样一个磨练的一个过程中,自然产生的领导人, 来接过公司的衣补和旗帜,说到团队建设啊, 我们就必须要说到黄仁勋肩膀上的这一个英伟大的标志啊, 这个很多次的媒体啊,对于这个标志啊,是进行了神话的一个表述, 好像是说啊,黄仁勋在自己的肩上啊,在自己的这个这个胳膊上啊, 纹上了自己英伟大的标志,就显示了他对于公司的热爱, 其实这个故事啊,你要这么理解也可以,其实的情况比他要复杂很多, 黄仁勋创建的团队从最开始就是一个小团队, 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公司的规模也非常的小, 就是这几个人,几十个人这样一个规模的公司, 哎,结果啊,几个小兄弟创业终于取得了一点成功, 当时几个人就许下了宏愿,说你看啊,我们这个股价啊, 要超过100美元了,咱们超过100美元怎么庆祝啊, 当时几个兄弟在一起提出的几种备选方案, 第一个是咱们都染发, 第二个是我们都把自己的这个胸上打一个, 在自己的这个乳头上打一个环, 然后还有呢,第三个选项是我们都去搞一个刺青, 后来呢,他们选的方案呢,是去搞一个刺青, 也有媒体问啊,说刺青当时是什么感觉啊, 黄仁勋想到半天说真的是特别疼, 真的就是这个刺青故事背后, 但是从这样一个故事中, 我们也大概可以看到黄仁勋和他团队之间的关系的某一种特征啊, 有的时候啊,这个通过创业的时候起来的这样一个团队啊, 和啊,经过这个董事会啊, 在全世界招聘啊,空降降降落伞, 黄金降落伞,空降的一个高管团队, 在管理方式上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我不知道这一点,何明先生你是怎么看的? 是的,尤其是刚才他讲接班人的这个过程中间, 我是深有这个感受, 是因为我在了解或者是, 试图去看到中国的政治发展的趋势的时候, 我提出了一个跟中国的政治观察者, 或者是中国的官场的朋友一个根本上的意见, 就是我认为就是习近平啊, 上台之后啊,不应该选接班人啊, 因为选接班人会造成一种, 他刚才讲的一种有毒的一种文化, 那有人就担心了, 哎,你这个皇帝死了以后, 在后面是不是接班人问题呢? 其实不是这样, 当这个皇帝死了以后, 你确定的那个接班人, 往往可能是最危险的, 尤其是对于一个大国来讲, 那么如果你按照刚才他的一种说法, 不行这个接班人, 其实那个过程中间一旦发生的时候, 自然就会有人出来, 而这个过程中间被出来的可能性呢, 安全性反而低于你指定的这么一个接班人, 其实在毛泽东身上, 从郑小平身上他们选接班人, 其实也就看到了这么一种迹象, 所以你在观察这个世界, 观察一个企业的时候, 你最大的一个有毒的文化是, 大家说什么, 顾客说什么, 然后朋友说什么, 然后跟你这样和那样的意见, 最重要的是一个企业的成功的时候, 他就有成功的退治, 失败的时候当然也有失败的原因, 但是他成功了, 所以他这种思想, 他这种观察就是很有价值, 也许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的标题应该换一下啊, 美企大佬指点中国接班人问题, 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出路啊, 或许这样我们的观众朋友会更感兴趣一些, 不过你前面还可以讲, 等一下再讲美国限制对话投资, 别忘记了, 对,限制对话投资, 其实我们已经放在标题里面, 但是其实在我们在华尔街论坛节目中啊, 对这个话题已经进行了一些探讨, 我们继续看黄仁勋的下面, 他又说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在1995, there were probably 50-70 startups doing exactly the same thing we were trying to do, and over time, we competed with about 200 companies. NVIDIA today is the only surviving computer graphics company in the world, and so the question is then, what happened? Competition is intense, everybody has smart people, everybody has money, we competed with IBM, we competed with HP, we competed with Silicon Graphics, we competed with Sony, 3D effects, S3, Sirius Logic, big, small, international, local. We competed with companies all over the world. So the question is, what happened? I would argue that, that 300 companies, armed with exactly the same technology, armed with exactly the same people, the company that wins, and let's say they all execute, and they did. With 300 companies, you know, 50% of them were going to execute at any given point in time. And so the question is, why does one survive? Well, I think that it matters to have perspective, and let me give you some examples. I always believed that you need to understand the reason why your business work. What is the essence of your business? What makes it work? Now, the foundation of my business, at its core, is semiconductor technology. Here in Silicon Valley, we usually like to refer to semiconductor technology as Moore's Law. Moore's Law is not so much a physical law, as it's a law of competition, it is a law of challenging engineers, it's a law almost of setting pace. and Moore's Law, approximately, gives you twice the performance every year or two. And so, understanding that the fundamental ingredient of our business improves by a factor of two every year, and simultaneously, reduces in cost by a factor of two every year. The question is, what makes a survivable business? and so, our first perspective, was that 3D graphics was insatiable. It was insatiable. That, if I made something twice as good every year, even if the customer never asked for it. Even if the customer told us it was too expensive. Even if the customer, when you went to float that product specification to them, told you that they're not interested. and in fact, that was the case. I took, I took our product spec to, to Dell, and HP, and IBM, and Gateway, and they all told me it was too much money. You're well outside of the boundaries of what they were willing to pay for. When your customers all tell you not to do something, the question is then, what do you do? in our case, because we had this unique perspective, that 3D graphics was insatiable, and Moore's Law was our friend, therefore, we should make our graphics processors twice as good every year. And so, for the first five years of our company, we just turned off our blinders and said, we're going to ignore customers. Now, which one of your, of you guys are going to go through your marketing, marketing courses, and the lesson that it teaches you is ignore your customers. Well, sometimes you have to ignore your customers. And the reason for that is because they don't know the nature of your business. And while the industry is being created, before there's common sense about the rules of that business, there is no way they can possibly know. And so, we, I took the last few million dollars of the company's money, and built a chip that is way, way, way too big. 好, 我们再听到这一段, 这一段可以说是, 我觉得整个演讲中, 他提出的一个最有挑战性的一个看法, 就是不要在乎你的客户, 不要在乎你的消费者, 因为他们不懂, 当然他没有说到这么直接, 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你客户需要什么, 更重要的是摩尔定律, 什么是摩尔定律呢? 就是说, 他所处在这个半导体行业的摩尔定律, 就是, 性能每年提升一倍, 成本每年降低一半, 而现在大家对于图形处理器的需求是不可满足的, 我做出更好的产品, 这个是根据我摩尔定律来决定的, 至于你的客户能不能够付出这样的价格, 这个是客户的需求, 而他不懂这个行业的发展的规矩, 如果你要是按照客户的需求去做, 那你就是以个外行的方式来做内行的事情, 但是他当时也提问现场这一些MBA的学生啊, 你上了哪门市场, 市场营销科, 市场营销科告诉你, 不要听客户的, 市场营销科都在告诉你, 你要听客户的需求, 所以啊, 这个我觉得是黄仁勋, 他说的是有perspective, 我们这个翻译啊, 人工程度翻译稍微有一点偏离, 不是说有远见, 而是说, 你对这个事情的大局要有一个了解, 这个呢, 我觉得是他提出的相当有挑战性的一个观点, 你老人家频频点头, 非常非常的, 真的是一种思考啊, 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企业家, 或者是每一个领导者, 或者是每一个思想者, 都要装出一副我要听别人的意见, 事实上在相当的情况之下, 无论是顾客还是你的朋友, 无论是为了你好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想当你的导师, 实际上绝大多数的意见, 是没有价值的, 不但是没有价值, 是根本是错误的, 因为他并不真正了解你的远见, 你的思想, 你的更新, 他就是根据他的经验, 他的事事而非的一些东西, 当然这个里面, 他很多是善意的, 希望你改进, 他希望你能够怎么样, 这个里面不能说完全没有合理的, 我就听过一些对我很有帮助的意见, 但是我知道, 非常诚实的知道, 99%是更多的意见, 是没有价值的, 是错误的, 如果你要根据他这种思想去引导, 那就他来做好了, 对不对, 事实上他是做不成功的, 所以我在这个城市新闻出版, 我当然是个失败者, 至少现在是个失败者, 但是我最开始做一些成功的事情的时候, 我就发现所有的成功的, 我的朋友, 我的先进的这些导师们, 给我的意见, 后来证明都是错的, 我只有按照我自己的主观的想象, 去驱动我做这个事情, 有可能是对的, 当然也可能是错的, 所以这个意义来讲, 给我的思考很多, 比如把摩尔定的想象成为一个速度, 一个更新, 一个变化, 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一种思想, 因为, 比如说我们现在去吃饭, 对吧, 餐馆的各种各样吃饭, 每一个餐厅, 或者是相当多的餐厅都告诉你, 这是我们最传统的, 我们怎么怎么原汁原味的, 其实这就是觉得的骗局, 因为今天人们的一种视觉啊, 口味的感受, 视觉的享受, 跟你的爷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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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只有进化的结果, 而不可能是过去的人比现在吃得更好, 过去的人更懂得这个味道的调节, 过去的人更懂得这个颜色, 很多的行业实际上都沉默着无数这样的骗局, 和无数的误导, 对于很多思想的平行者来讲, 他就很容易接受这一点, 这就是做大众媒体啊, 他有一个问题是跟他的科技行业不同, 大众媒体你就面临着相当多的人, 是接受了大众化的思想和概念化的人, 你要他去接受一些新的一些想法, 接受一些新的观念, 他很容易用他的知识, 他的经验, 或者是他的道德, 把你给火了, 现在互联网为什么会出现, 你是什么什么CIA的人, 你是美国的走狗, 你是汉奸, 你是大外宣, 这种考核都是来自于这种平庸之见, 我们不是说平庸之恶吗, 平庸之恶, 在中国被知识分子滥用了, 其实在现实中间, 他就是这样的, 其实还有平庸之善, 平庸之善和恶, 都会给你产生一个误导性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学习德国, 比如说我们学习日本, 我们学习他们的工业的精神, 学习他们的精致的程度, 你当然可以说是学啊, 但是你学的最好就是在日本搞电视机, 从最开始模糊的雪花电视机, 慢慢变成一个高清, 你觉得这清晰下去有意义吗, 对吧, 你觉得日本开一个千年的老店, 开一个豆腐店, 一千年还是那个样子, 你觉得它有意义吗, 它可能作为一个文物的标准, 作为一个某种文化的研究, 甚至作为一个电影故事, 或者一个诗, 你可以去欣赏它, 但是对于一个产业, 对于一个人类的进化, 那就完全是不一同的概念, 所以日本为什么会走向某一种失落, 当然原因非常之多, 跟那种, 就是说, 固执己见, 财商固执己事是有关系的, 就假设成, 这个世界只有我做到越来越好, 越来越让固开欢迎, 我就会成功, 实际上, 美国的这30年的科技的发展, 你就发现一条非常清晰的道路, 这种清晰的道路就是破坏, 什么叫破坏? 它就不断的创新, 不断的在根本上改变这一点, 所以它就不会满足于最开始的, 而外的那种打电话的播放方式, 它就不在乎, 雅虎那种电话, 电话本的那种方式, 烧出引擎的方式, 现在又在产生变化, 就是说, 摩尔定的一种感觉就是一种速度, 一种更新, 一种进化, 在科技业是这样, 其实在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 很多的行业都是这个问题, 很多人走下来最痛苦的一点就是, 我这些越来越感觉到伤感的一点, 就是在我原来的脑子中间, 30年以前我见一下老人, 他们给我的真知足见了, 是我非常的钦佩, 非常的了不起, 但是现在你去见一些朋友, 你就发现他们不知道在哪里得到了一些成就的东西, 他们还以为, 那个东西是真实的, 有价值的东西。 黄文旋的这一段让我也非常的感慨, 我们从这个消费者, 从你的这个需求端得到的信息, 价值可能是有限的, 我们从MBA的课本里得到的价值可能是有限的, 前车之鉴其实不一定有什么可以借鉴的, 而别人在向你提意见的时候, 更多的可能是基于他自己对于事情的观察, 那么到底一个企业应该怎么创立, 到底应该怎样把自己有信心的一个产品推向市场呢? 关于这一点, 黄文旋又是怎么说的, 我们继续请导播往下放。 所以,如果你的企业想要建设计 更多的游戏, 它们的关系统, 它们来到这一段时间了, 你必须要有限量的, best return. And so if you think about our resources, our resource is the finite number of extraordinary engineers and how much time they have in a day to pursue whatever opportunities that are out there. Now, if the number of opportunities that are out there is less than my supply of engineers, so therefore demand exceeds is less than my supply, then obviously I'm very 如果是其他方式的, 如果有機會可以建立一個遊戲 或者任何款式的建立, 是否不值得好。 所以,我看過它, 不關於 competition, 而是比賽, 但我來決定, 如果我願意去做那項目, 你負責任任何款式的, 肯定住在市場行為一個個組合。 我們決定, 要沒有問題中, 你負責任任何款式的問題嗎? 你負責任任何款式的有沒有問題, 或是有個供的問題, 或是有機會的問題。 然後,應該不一先的…… 而更多, 能力上回合的價值。 我們看待它在那並一臉度每次的時間。 好刚才这一段里他提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对于他而言 其实市场并不决定价格 是由竞争来决定价格的 而到底怎样决定 我是不是参与一个事情 我就要看我手里有多少资源 我要看这个机会值不值得 我把手里的资源投入给他 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计算过程 当然让我最感兴趣的 还是黄仁勋在最后的这一段里面 所表达的一些观点 我们请导播一直放到这一段视频的末尾 我们请导播一直把这个视频放到末尾 我们请导播把这一段视频切断 可能是这个视频有一些问题 我们请导播把这一段视频切断 因为刚才我想看的这段视频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剪进来 但是在刚才这一段视频中 黄仁勋谈到了 我觉得非常有兴趣的一点就是什么呢 他谈到了自己 在刚开始建立英伟达这个企业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时候 有关于公司基本建立的常识都不知道 比如说到底什么是VC 到哪里去搞风险资本呢 一个公司的股份到底应该怎么样分配 注册一个公司到底需要哪一些手段呢 于是这个英伟达这一位创始人黄仁勋 他就找到了一个这个专业的 这样的一个中型的一个律师事务所 人家说干脆你别管了 我给你处理吧 处理完了之后呢 这位律师就在问这个黄仁勋说 你手里有多少钱呢 他算了算数说大概200块钱 他说可以200块你买这个公司20%的股份吧 于是他就用200块钱买了英伟达20%的股份 之后他就拿着这一份律师的协议 就找到了他的其他几个小伙伴 说你看咱们这个股份是这么算的 20%的股份是200块钱 所以你一块钱就可以买0.01%的这样的一个股份 你们就按照这个认购吧 结果大家各拿出了200块钱 每个人都买了20%的股份 基本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有的时候我们说 有一些这个可敬的美国企业 可敬之处 就大家真的是一个 我们叫做后院企业 或者叫做车库企业 有很多时候 真的是就是一起年轻人在一起 有了一个好的想法 就是你来找一找你的资源 我来找一找我的资源 我们找一找董行的人呢 互相问一问问一问 就把这个企业办起来了 但是可能比如说我们在亚洲的一些国家 在其他的一些更具结构性的 更具我们叫做等级制度的这样一种公司企业文化中啊 就很难出现硅谷文化中的这样的一种后院企业 不仅仅是这个这个黄仁星建立的这个英伟达 其实包括乔布斯最开始建立的苹果公司 还有呢哈佛大学的退学生啊 微软在自己的宿舍里和Paul Allen共同建立的微软 很多时候就是从一个主义起家 最后呢慢慢慢慢打磨成了一个万亿级的企业 因此在谈到黄仁勋的故事的时候 我们讲啊他是一个华人企业家 他是一个亚裔特征的企业家 他小的时候学习很好 但是身材不是很壮大 他又是一个台南相关的企业家 受到台湾企业家某些含蓄特征的影响 但是啊整个黄仁勋的故事 你看来感觉他仍然是一个顶尖的美国企业家 为什么呢 只有美国这样的一个创新环境 其实才可以孕育 他这样的一个对于公司文化 怎么样注册公司都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人 建立起来的英伟达 所以啊我们在谈及黄仁勋的时候 想他的各种各样的身份 但是不要忘记他实际上仍然是美国创新企业文化的一部分 而在今天在我们谈到美国的让我们觉得动人之处 让我们愿意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地方的时候 时时刻刻想到的是像黄仁勋这样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出身的背景 甚至呢在年轻的时候还放过一些小错误 但是呢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商业文化和美国这样的竞争文化下 凭借着自己的真才实学 凭借着搭队一场又一场的市场的末班车 凭借压住一次又一次市场发展的机会 一步又一步的成长起来 有关于黄仁勋的故事呢 今天在思想先驱报中啊 其实我们也只讲了很少的一部分 我特别关注到的是黄仁勋在台湾的这一次演讲 他会讲到怎样的话题 那么如果呢 其中有一些精彩的段落 我们希望和观众朋友们分享 也请大家锁定我们华尔街电视频道的华尔街现场 那么如果我们跟版权方获得了授权之后呢 也会对于这样的视频进行完整的这个播放 以及翻译整理供应参考 节目最后我们再请何明先生来进行简单的总结发言 谢谢谢谢 因为你不给我机会 我就是忍痛我就会很痛苦 因为我确实有话讲 就是说最近呢 就是班人政府正在跟中国要缓和某些关系 但是中国方面呢 是否是比较的冷淡 因为呢 班人总统还有一个王牌没有打出来 就是在今年夏天 可能要出台一个呢 怎么去限制对中国的高科技的投资 具体内容我们并不清楚 但是通过黄仁宇的讲话 和我之前的 对芯片战争对科技的这种看法 我为什么有时候会 特别感动这些人的讲话呢 就是因为在我的一些 无知的思考中间 粗糙的思考中间 我也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回应币 能够找到一些的认可的一些观点 而黄仁宋先生他恰恰就讲了一点 就前面讲了你科技业 需要的是市场 中国如果丧失了这个三分之一的这个市场 那你科技业的产业的 这个生产的条件在什么地方 而且他还诚实的讲了一点 对吧 我们现在知道在芯片产业方面 它的市值已经超过了其他几个芯片的 也得这个总和 对吧 但是他仍然意识到 如果中国有了芯片呢 你禁止下来以后 中国万一他运气好了 万一的市场决定呢 就是我之前讲 为什么芯片 战争会变成一个烂尾工程 它不仅是违背了一般的市场的规则 它更重要的不符合摩尔定利 更不符合基本的科学的精神 因为科技 它不像科学那么的神秘和高尚 科技有时候 只要有一点的运气 他可能就会创造和发明出来 你今天用了这个高科技去限制对方 明天 你这个限制的对方 不能成为你限制的一个优势的条件 对方甚至可能比你做得更好 对吧 而且不要把科技搞得那么神秘 科技在很大的程度上 就是一种工艺化的一个流程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 美国的对华的这个投资的 现在这么一个限制的方案之所以难产 我认为还不仅仅在于那些华尔街的大脑的一种压力 而在于美国的决策只要思考一下 就是跟中国的竞争 到底竞争什么 竞争在限制对方 还是自己走得比对方更好 所以我觉得 这个希望黄云松这样的美国的企业家 能够多一点 给美国的政治家上课 就包括之前的发生比较可笑的 但是伤害了无数人的中国仓义 其实就是出于对科技的无知 对科学的无知才产生的 今天的很多的政治的政策 今天很多的所谓的外交政策 如果你没有一点基本的科学尝试 你会把国家 把社会甚至把人类搭成一个不必要的灾难之中 好谢谢和平先生的点评 今天那节目就到这里了 特别感谢给我们打赏支持的几位观众朋友 感谢杨天大赏 感谢艺人大赏 感谢如是我们大赏 感谢金山大赏 以上就是本周思想千区报的全部内容了 但是在周末思想千区报周末特别版 仍然会在华尔街电视 每每天的上午十点左右为大家播出 如果错过了之前的直播节目 欢迎您到周末 也去看一看思想千区报 为您带来的特别合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下周二思想千区报现场直播与您不见不散 祝您度过一个愉快的长周末